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触碰肘部 有人用脚问候 这已经开始发生 彼此用脚问候 如果在一个充满能量的环境里 你总被要求盘起腿 而不是把腿伸向那个方向 尊重是对这个的一种更新的表达 本质上是因为你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接收在接近你的任何东西 瑜伽的意图总是去从你生命的更高面向接收东西 有一个心轮是两个三角的交汇处 它下面是奇轮 生殖轮和海底轮 它们都是代表生存过程不同面向的脉轮 生存 基本生存 生殖过程 维护过程 这些都是与生存相关的 到了这里有两个三角彼此交叉 因为这是终极狂喜 这是两物 这是力量 这是爱 这些部位 这些三角相互交叉 当有一个圣化的空间 那意味的是有一种强大的能量拥有转化你的可能性 这个能量必须总是从你能接收的最高的可能性进入你 如果你能从你的顶轮接收 那太妙了 这就是每个印度人进入寺庙的那一刻 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想把头顶暴露出来的原因 他们让这里保持湿润 在正规的寺庙里 他们会被告知 甚至在迪阿那林家 人们也会去把自己弄湿 把头弄湿 因为他们希望能量会从这里进入 我们不想强化它们 我们想强化生命的其他维度 那将提升我们的生命 因为如果你生存得更好 如果你能生存很好 我们能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但比其他人生存得更好不是生命的目标 这是浪费时间 因为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不会永远活着 嗯?无论你做什么 即便没有这场疫情 你都不会永远活着 所以没有必要在生存的方向上投入过多 因此整个文化出于对这个维度的理解 它们以某种方式建造了这个社会 今天你们所知道的是整个扭曲了的版本 但从根本上它还是在的 当你去任何圣化的空间 你想要变得喜悦 狂喜 不行的话至少平和 了之 平衡并避免世界上所有类型的有毒物质进入你 所以本质上你想要身体的上半部分 心轮以上接触到这些 在一个圣化的空间前 你不想你的腿像这样坐着 因为那会给你引来完全不同类型的能量 它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你 而那未必对你有好处 它能从很多方面对你有害 这就是当你坐在任何你认为有力量 有能量的空间时 总要盘腿而坐的原因 因为你想要关闭你身体较低的部位 如果你交叉手臂的姿势 你知道某种意义上你关闭了与人之间的通道 女士们你们知道这个 假设有人来与你交谈 比方说一个陌生人是一个男士 过来与你交谈 你会像这样和他说话吗 现在有些人这样做 因为他们想那又怎样 没怎样 你会给你自己带来某种不同的关注 某些文化非常有意识地进化出这些姿势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 你必须要这样做着 它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坐在食物面前 有一个好处是 你和你身体的较低部位之间有一张桌子 但如果你双腿打开和食物坐在一起 像很多人站着吃饭 如果你站着吃有很多坏处 因为你必须明白 对食物的渴望不仅仅在你的口中 整个身体都在渴望食物 整个身体 你可能不明白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渴望食物 但它必须经过这个通道 类似的 我们的身体里还有其他的渴望 它们都必须经由正确的通道 只有那样生命才会以特定的方式实现 否则你就会扭曲生命 所以每当你见到强大的形式时 都保持盘腿而坐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同样的食物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东西 如果你三天不吃东西 你会明白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东西 并且你会发现 如果你三到五天什么都不吃 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会渴望食物 现在如果你把食物放到这里 不只是这 嘴里流口水 一切都会启动 所以当食物放到你面前 盘腿而坐非常重要 但你找到另一种方式 用一张桌子挡住你自己 好吧 如果那样对你有用 但如果你在吃东西 你非常饥饿 而食物暴露于你的整个身体 这对你不好 食物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我们把食物看作是一种 非常强大的工具 对于圣化过的物体和内在 拥有一定力量的人 永远不要张开双腿 坐在他们面前 因为那样会将错的能量 引入你的系统 我问你们 排泄是好事吗 是的 但它必须从特定的部位出来 如果它从其他地方出来 就会很糟糕 同样的 食物也应当以特定的方式进入 进入的食物 不光是物质形式的食物 食物通过很多方式进入你 因为整个身体都能接收 接下来小万说一位高人的经历 有一次 当我还在做生意时 有次我们在一些商业冒险中 取得了很大成功 那么 只要有可能 我都会置身大自然之中 我曾经徒步 骑摩托等等 但我的伙伴是一个不错的城市男孩 我们决定去一个地方 有一个蓄水池的地方 像一个水库 有一个大湖 并且有一些高度适中的小山 我们到了那里 我们俩都游了泳 游完泳 我仍穿着我的泳裤 我想我去爬山吧 当时是夏季 非常干 就这样我上了山 我进入夏季的热浪中 光着身子 我出了非常多的汗 我不是个半途而废的人 所以我想要一路登顶 然后再下来 我上去了 而当我开始往下走时 我开始感到舌头肿胀导致的窒息 我脱水如此严重 导致我的舌头开始阻碍呼吸 我真的开始挣扎了 我急需至少几滴水 我试着填我自己的汗水 但不管用 当我觉得我就要有点 就要失去意识 差不多晕倒时 我就闭着眼睛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发现我的整个身体 你知道就像 我手上和腿上的所有汗毛 都朝向这边 不是起鸡皮疙瘩那样 起鸡皮疙瘩是这边这样竖起 那边那样竖起 我看见所有的汗毛都指向这边 于是我就知道 在这边的某处有水 于是我就去搜寻 我走到一块小的 突出的岩石下面 像一个小洞穴 那不是工人住的洞穴 可能是兔子或老鼠 那些动物可以待在那儿 那样的洞穴 就大概那么大 有一小滩水 可能是兔子的尿或雨水 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那不重要 我就把我的脸放到里面 喝掉了所有东西 包括泥浆和所有的东西 我坐了一会儿 因此恢复过来 下了山 通过以上的分享 我们知道 当你真正需要什么的时候 像食物或水 你会发现身体内的 每一个细胞都渴望它 如果你注意 就会发现饥渴不仅仅在你的嘴里 你浑身都会感到饥渴 所以同样的 不仅仅是食物 其他种类的能量也是这样 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它 你以正确的方式接收它 十分重要 所以任何时候 你感觉到一个地方很强大时 最好都盘腿坐下 好了 关于盘腿坐的奥秘 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我们下期再见吧